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他们就要筹划一个大的作战行动 就是后来的一号作战计划 它的目标就是打通大陆交通线 海上不是切断了吗 那么通过大的路上走廊 把日本的本土 中国和它的南部地区连起来 所以在1944年的1月份 日本大本营发布了一号作战计划 那么华南的日军 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打通广九线 所以它又碰到了老对手 我们的东江纵队 我们的任务就是阻止他们打通广九线 阵风向队进斗争 所以一场新的斗争就展开了 就是阅译与点栏目 最后大家可能接下来 全面的脑争就在这里 我们的东西 就是阅锁 就是阅译与点栏目 就是阅译与点栏目 我们的电视图下手下手上